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锁定今天的当掌声响起 我是秦琳谦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锁定的主题是 星光闪耀演唱会 首先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苏惠伦 出道30年的苏惠伦 终于在今年献出 他人生的第一场售票演唱会 而原本几年前 走入婚姻跟家庭的他 消失在歌坛已经一段时间了 而今年他发行新专辑 却又不巧遇上新冠肺炎的冲击 他也分享他幽默的人生观 他说人生有高有低 并且说保持幼稚的心情 就是动灵的诀窍 出道30年人生首次的售票演唱会 苏惠伦献给了新落成的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全体大合唱鸭子 顿时有时光倒流之感 苏惠伦一个90年代台湾唱片界起飞之际 玉女歌手的代表名词 然而在这准备跨越50岁之际 他推出全新精选集 朱大哥选的是19年前发行过的恋恋真言 至今听来仍有余韵 他忘了他 所以决定安生 长久已来的不知 问自己有多伤 你的手温柔的放出我 扶去我脸上的泪水 可是你并不明白 我的哭泣是到底为了谁 1999年发行的恋恋真言 作为精选集主打歌 真首歌没有重新编曲 仅是重新拍摄新版MV 苏惠伦还开玩笑 他完全被蒙在鼓里 这精选集我没有接任何去 而且你也没有拍 我也没有拍 我说啊 那是那里有新的MV啊 OK 这话可让一旁唱片宣传捏了把冷汗 事实上这正是他的处事幽默 第一次听到他的状态上面 就说这首歌好像还蛮有感觉的 这可能就是他们把这首歌 拿来当作一个主打的用意 我这样讲OK吗 好棒的 你要独出的时候 我就是孤独 二十岁的苏惠伦刚出道时 轻盘挂面发型和美丽的脸蛋 还没有引起太多注意 直到第五张专辑的 我一个人住 首次迎来了关注 在你的世界里 我一个人住 你原来甜度 我觉得痛苦 你曾说过爱情 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 我一个人住这首歌 它是在 算是在变身三部曲之前 算是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 前唱跟现在唱 我觉得应该就是情感的头 社会比较不一样 后来1996到1997这两年 苏惠伦加盟了滚石唱片 为他量身打造新形象 成为变身三部曲 也奠定他的歌坛地位 当年翻唱词的郭团体 傻瓜花园的同名歌曲 外加苏惠伦彻底改变形象 从乖乖女变成怪怪女 鸭子 傻瓜 都成为恶熟能详的 苏惠伦招牌曲 啊 去吧 没什么了不起 别说我傻 我只是装伤 但是我不怕 三十年了 我觉得那个时间真的很长 那个曲线还是有 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 你就专注当下好了 然后保持一个乐观的 幽默的态度去面对 用幽默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 年近五十的苏惠伦 前程自己没有太多成长 也许她的临成长指的是外形 而她看待动灵这个词 也有着压力 好吧 当然保养是有保养 保持年轻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处在一个很幼稚的状况 保持年轻的秘诀是幼稚 也聊起了和五岁儿子 吵架的故事 开启了苏惠伦的妈妈精 会跟儿子吵架 所以就很多事情 就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 我要赢 或者是我什么什么 然后有时候我就会想要 故意戳她这样子 然后说我赢 我最强什么什么 就没有了 妈妈比较厉害什么 有时候我就跟她斗着 走过三十年的演艺圈时光 直到2019年加盟新东家 相信音乐后 从犀利趴担任嘉宾 晃年演唱会登台高唱 逐渐走向 孤逐之旅 寂寞的游子 也可以不要你 让我们欢迎我的 特别来宾黄色小鸭 晃年面试真的请不下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就是担心说 这个在台上唱歌的姐姐是谁 好在苏惠伦的担心是多余的 老歌迷开心女神回归 也渴求有新歌能够听 她趁势推出新专辑 在2020年的三月问世 只是遇上了2020最强对手 新冠肺炎 电台宣传时发生现场记者 曾与确诊者接触 也让主角苏惠伦必须在家 自主隔离14天 疫情延烧让年纪圈停摆了5个月 新专辑原本要办的见面会 直到8月 这就是一场 有人敢举手吗 因为会步入年龄 你看 微妙的是也刚好在这个时候 发新专辑 就是大家可能反而有 比较多的时间 可以待在家里去听音乐 疫情解封后 苏惠伦活动马不停蹄 新落成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抢先作为售票演唱会神明之花 要飘过去 拜拜 拜拜 老婆都爱 谢谢 欢迎娃娃 薇薛 谢谢 嗨 哈喽 她是你的宝贝是不是 那你把我放在哪里 我嘉宾耶 怎么可以这样对客人 才刚拿下金曲奖歌后的魏如轩 也在苏惠伦新专题中 合作了一首歌 演唱会高潮落在成龙 李宗盛 周华健 任贤奇 杜德威等五大滚石歌手 一起在云端和苏惠伦合唱 正如同2020年代给世人的课题 在休息了之后重新出发 更珍惜当下唱着每一首歌 不畏于大家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